哈囉大家好,我是王胖 今天要來開箱Sony Mobile最新的終階機 那就是Sony Xperia 10 III 這部影片將帶大家來看看這款手機的表現如何 最近有在關注這款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那首先一樣先從盒裝開始 在設計上維持Sony的簡約風格 採用白盒搭配型號的設計 開箱後,盒裝內容物包括手機本體 送電器、傳輸線以及說明書 這款手機本身支援18W的USB PD快充 但是必須要另購充電器才能享受到快充的功能 標配的充電器只有5V 1.5A 也就是7.5W 不得不說,雖然Xperia 10 III不是什麼高階機種 但是上次定價好歹也有新台幣12990 充電器標配7.5W實在是太小氣了 就算你不想標配18W充電器好了 好歹也給個5V 2A 10W吧 至少也比7.5W這種個位數的好看一點 來看到手機本體 外型方面發揮Sony最大優勢 以中階機來說,這個顏值沒有什麼好閒的了 整體線條看起來方正簡潔 尺寸是154×68×8.3mm 重量169g 實際的手感因為輕巧、不厚 加上較窄的機身寬度 持貨手感和操作體驗相當棒 機身前後所採用的 都是KONIN的第六代大猩猩玻璃 開箱的顏色是水漾粉的款式 這次的粉色屬於比較濃的 視覺上感覺更接近紅色一點 後相機的外框則是以粉色電鍍處理 邊框為消光塑膠材質 採用與機身背面同色系的設計 Xperia 10 III支援IP65、68的防水防身等級 所以最常的使用 例如雨中、稍微泡水 甚至簡單沖洗一下都是沒問題的 軟到機身的正面 螢幕延續21.9的細長比例 採用OLED面板 尺寸是6吋 具備FHD+,2520×1080解析度 並且支援HDR顯示以及DCi-P3 97%廣色域 含擁有自家的Tiluminous Display for Mobile技術 更新率的部分則是維持基本的60Hz 影片影像最佳化的功能可以強化影片的顯示效果 不過我個人覺得在開啟之後色調實在太偏冷 可以發現在開啟之後看YouTube整個畫面會偏藍 到了一種不太自然的程度 當然這個每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但是我個人會傾向建議關閉這個功能 一般模式下這塊螢幕看起來就不錯了 頂多在一個人喜好調整一下白平衡就很OK 那這塊螢幕也延續了Sony手機的堅持 也就是無瀏海、無挖孔 雖然如此一來在螢幕佔比的數字上會顯得比較劣勢一點 但是畫面完整不缺角的感覺還是很爽 21.9的比例在玩一些遊戲或是上網 都可以看到比傳統比例更多的畫面內容 看寬比例電影的時候也更滿版 螢幕上方是800萬畫素的前鏡頭、聽筒以及狀態指示燈 前鏡頭的實拍效果可以參考樣張 螢幕下方是前置的揚聲器 雖然只有單喇叭稍微可惜 同過看片的時候會感覺到稍微有一點左右不平衡 但是如果是跟位於底部的單喇叭比起來 感覺上還是有好一點 機身頂部可以看到麥克風 以及越來越稀有3.5的機孔 音訊方面它還有支援Hi-Res、DS11 Ultimate 藍牙的部分則有高通的APTX HD 以及自家的LDAC配備算是不錯 機身的左側是卡槽 同樣是Sony手機免卡針就能取出的優良傳統 內側可以看到綠色的防水膠條 Xperia 10 III是Sony Mobile第一款10系列的5G手機 支援5G加4G雙卡雙待 卡槽採用雙面設計 正面是SIM1 背面是SIM2以及MicroSD記憶卡的共用槽 機身右側是音量鍵、電源鍵 以及Google服務鍵 電源鍵除了採用音色設計之外 也整合了指紋辨識功能 平常要喚醒只要手指放上去就好 不需要按下電源鍵 速度方面也還OK Google服務鍵按下去之後 可以交出Google助理或是搜尋畫面 機身的底部是通話麥克風以及USB-C 轉到背面 上半部是MFC的感應點以及相機 Xperia 10 III後相機配備有三顆鏡頭 包括疫情的百萬畫素 27mm f1.8的標準鏡頭 8萬畫素16mm f2.2的120度超廣角鏡頭 以及8萬畫素54mm f2.4的長焦鏡頭 實拍的效果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在家裡附近拍拍 後來樣張不是很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實拍的效果 個人是覺得白天拍起來還算可以 低光源的環境雖然有提供夜景模式 可以確實壓抑高光以及提升畫面的亮度 但是對於雜訊的控制不太行 一些夜景造的雜訊非常明顯 接著看到效能 Xperia 10 III搭載高通S690處理器 搭配6GB RAM以及128GB UFS儲存空間 跑分的部分就不用期待太多 本身就不是強調性能的機器 安兔兔的成績在34.5萬分左右 實際測試遊戲 狂野標則9開啟高畫質設定 平均幀率是29.6fps Xperia 10 III M開啟機器最大 平均幀率為32.7fps 崩壞3特效畫質全開 在非特殊關卡、特定人物以及特定招式的一般情況下 平均幀率是38.4fps PUBGM在這款手機上 最多只能開到高清畫質加高幀數設定 測出來的平均是29.8fps 最後是新推出的二之國 畫質全開的情況下執行10分鐘遊戲 滿幀50fps平均是25fps 數據上的波動也比較大一點 整體來說一般要玩遊戲 尤其是一些畫面比較精美的大作 這樣一下畫質設定還是可以玩一下的 但是如果想要更多的特效 或是想要更流暢的遊戲體驗 就還是會建議買高階一點的機種會比較適合 那在電力表現方面 Xperia 10 III的電池容量是4500mAh 容量不小 實際使用PCMark來測試80-20%的續航時間 成績為15個小時又15分 雖然是十分優秀的成績 滿足一整天的使用需求應該不是問題 總結來說 Xperia 10 III的優點在於有漂亮的外型 優異的手感 長效的電池續航力 那也有一些不錯的功能 例如3.5的機孔 營效技術的支援 以及完整的防水防身性能等等 缺點則是有硬體效能一般 標配的充電器規格相當小氣 最後則是相機的表現也很普通 那以上優缺點幫各位整理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款Xperia 10 III如何呢? 是你的菜嗎? 有任何的看法都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這樣還可以全當 如果胖子我們下次見 掰掰